我今天要煮的這一支是伊索比亞的野家學飛 風之虎 已經確定下火沒有水盆 然後我現在開小火讓它慢慢加熱 接著我把老師剛剛看過的豆子放進來 我們要先喝我的豆子 大概一千九到兩千一海拔的豆子 然後我剛剛把綠布劃上去而且也洗乾了 然後我把它置中 我會把剛剛殘粉先濃掉 先開機器轉大再轉小 一大我想要的大概4.5的刻度 用我的力道比較小一些些 這一些是我的眼睛 老師可以用忽緣忽近的方式聞 是我們忽緣忽近的 對 因為這樣我好像有點在開玩笑 可能請老師們自己忽緣忽近 要伸手就好 對 因為我怕像老師以為我在整你們 好 他的筆錢乾一下 應該老師就有聞到我們的豆子很新鮮 讓我現在蒸粉 現在會盡快用高溫 要鎖住香氣 所以我動作不會做太多 一個S或是兩個 然後做個滑跟鏟 再停一下 做一個鏟正波 最後我做一個散波 最後我做一個散波 好 就這樣做 都包覆我想要盡量 拉下比較多的脂肪還有纖維質 讓它除了有纖維質外呢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些的巴黎在裡面 跟橘子 其實我試了 看一下它的顏色 嗯 是不過色 謝謝 因為我剛剛用蠻高的溫度煮 所以我覺得自己應該是有煮出它的香氣 但Body的部分 因為我就拿這個 泡沫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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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泡沫這樣 泡沫這樣 老師都煮30年 我才煮了3個月 但是老師就有跟我們說 所有事情都是 一點一點點的細體改進 達到的完美 達到的精準 這句話就是影響我很深 可能在人生當中 有很多事情也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慢慢的乾淨 慢慢的抵達想要的樣子 那下次如果有機會再煮一次的時候 可能力道會再加重一點的 火山型的 沖的時候一定要從最高點下去 對 不同的溫度對於咖啡的釋放度 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高溫釋放度 還是低溫釋放度 高溫 那在湯上 你有很多推廣 清咖啡的景點 嗯 咖啡煮得不錯 喔 謝謝 我一個是尾玉 尾玉轉舌 那我要怎麼放這個 多的那個擠壓力度要出來嘛 整個時間再縮短一點點 苦跟色是一條路的 所以有色代表 如果再多一點點苦 就跟著來了 你剛剛有講到說 好 現在是有甜感 不要緊 喔 謝謝老師